每天聽到很多媽媽素婦 說他們的小朋友在香港讀書 有很大壓力 究竟做家長我們 怎麼可以幫到他們 或者是怎麼可以幫到自己 所以我們今集的媽媽聲治療 請來我們的輔導心理學家吳佳耀 Yoyo和我們一起說說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是孩子學習爆煲 通常有什麼徵象出現 你覺得她是爆煲的嗎?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會看回小朋友主要的年齡 年齡都會有幾大不一樣 如果她是比較小的小朋友 她可能不懂用言語去表達的時候 其實家長就更加要用眼睛看著她們 去觀察一下她們的行為表現 有沒有跟平時不一樣的地方 很小已經有這種壓力 去到多小呢? 在你看過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會看到如果說小 幼稚的小朋友已經很有壓力的情況 這麼慘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的讀書壓力爆煲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父母 父母做成 所以父母先不要逼爆她的煲 對 但剛才聽Yoyo說 她們很小的時候未必會表達 怎樣知道她是很大的壓力 我們其實可以留意 就是一些跟平常她的表現有沒有出入 例如說可能她睡覺的一些狀態 會不會特別好像很難睡得著 或者甚至是發惡夢 會驚醒 如果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甚至會有夜尿的情況 對, 我聽說尿床是其中一個 對 或者突然間可能要睡很多 睡也會很累 睡覺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小偉也有分享 你也說曾經看到女兒的壓力 對, 是不是說她當時二年級 一年級開始已經要補習 因為很多時候小朋友不懂做份卷 在有限的時間 即是說她要熟悉到想也不用想 你就要懂得做 其實她要操卷 這令到我的小女兒 最初是頭痛、前額痛 我起初以為她是懶惰 扮嘔 扮嘔 但後來不是, 她真的痛得哭 我們身體會反映我們的程序 是… 尤其是我們說不到 可能我們比較常見的是 考試之前可能容易肚痛 是… 或者容易頭痛 是身體的一些警號 我跟Grace那些 小時候自己給自己 因為我爸爸媽媽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也是 但不知為何我經常都覺得 我想拿好成績去拜託他們 雖然他們沒有要求這件事 但不知為何自己也會這樣 我就開始出現偏頭痛 直到我現在長大了 我也有偏頭痛 我一有壓力就會來 所以原來從小你不去處理好這個問題 就很容易大量的小胞 對, 仍然在這裡 是的 作為父母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跟他們去舒緩一下 當然我們最理想的就是 我們用一些正向的態度去面對 接下來也會跟大家介紹一個練習 家長可以嘗試做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去做 好, 示範一下 好 這個練習 我們英文叫做 Grounding Exercise 我們中文可以叫做一個貼地的練習 這個技巧 不堅持地 對, 沒錯 我們現在坐好之後 這個練習很容易記 我們由數字五開始 是 我們去留意一下我們身邊五樣東西 你能看到的東西 目的就是去看看我們四周的環境 另外, 就去到四 四樣你聽到的聲音 有甚麼幫助呢? 其實做這個練習 我們的作用是想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現在 因為我們的腦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一心多用 我們會想很多東西 一些未發生的東西 或者是發生了的東西 反而很少我們會留意 在這一刻 它的重點就是利用我們的五官 一些感覺 去把我們帶回去此時此刻 但有些人說 我覺得我的感官 可能不是很敏銳 這樣行不行? 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透過練習 其實你會越來越敏銳 謝謝你 Yoyo, 謝謝你這個分享 是的 謝謝Yoyo, 上來 還有小偉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東西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樣 在適當的時候 自己也要反思一下 不要給自己和小朋友那麼多壓力 所有媽媽, 加油 陳泰宇三歲的時候 父母離婚 由於沒有人照顧 要入住兒童之家 婆婆知道之後覺得很心痛 特別疼愛Jason 婆婆接上Jason 一起移民加拿大 一直照顧他成長 今晚我們最強守護者 就請來Jason 以及身處多倫多的婆婆 歡迎… 你好… 你好, Jason、婆婆, 你好 你很久沒見Jason, 是嗎 當然是… 趁婆婆今天在這裡 我們一起聊聊 由你小時候開始聊, 好嗎 好 你準備好了嗎?婆婆 有很多回憶 你今天很漂亮 對, 很漂亮 謝謝 你小時候在兒童之家 去過了 住了一段時間 當時有甚麼想法 沒甚麼想法 其實小時候在那裡 其實不覺得是一件甚麼事 很老實說, 其實長大後 也不覺得是一件甚麼事 因為很多小朋友 很多其他小朋友 都在裡面一起住 雖然現在已經一個都沒有聯絡 不記得他們的名字是甚麼 但小時候沒有甚麼想法 對我形式正常 但是婆婆就送了我 婆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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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當時她送了去兒童之家 你有甚麼感受嗎? 舅舅每個星期都送她回來 給我 所以我也不會說… 掛得很辛苦 因為每個星期都會見她 是 有甚麼想法令你覺得 不如這樣吧 不如帶Jason去加拿大吧 是的, 我們移民的時候 那些移民官說 她說 你還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子 她就知道 她說你們可以帶她去 那就跟她們來 如果當時她說 你有孫子和有女兒 他們不能帶她去 行了, 沒問題 不要… Jason小時候是怎樣的?婆婆 Jason小時候 我覺得她很乖 當時我上班沒有車 她說 婆婆, 你腳痛嗎? 你慢慢走 我去叫司機 告訴她 我媽媽的腳痛 叫她等著你 巴士司機… 但當時是多少歲? 巴士… 對, 七歲 七歲 我已經很細心 你這麼年輕 對, 所以真的很窩心 真的 她們相處一定非常好 但是Jason 你又對婆婆當時有甚麼印象? 我從小到大都是黏著婆婆 在未適合駕駛之前 但婆婆已經有她做總的店舖時 其實我已經經常去幫忙 早幾年前, 聊天時才知道 婆婆經常想我去店舖幫忙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用到處去… 困著你, 你可以… 去學壞 是嗎? 雖然下午陪婆婆 晚上就去學壞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這個模式很好 是 這個… 這個想法很好 是 她有刻意跟你說嗎? 她沒有, 她沒有打電話 她經常打電話給我 我跟朋友去玩、唱卡片 經常打電話來 但我永遠都是… 忽然其發 回來了… 其實你接那個電話已經很好 那些人簡直是… 先進一間吧, 玩完 不聽了, 是嗎? 如果頑皮就不聽了 沒有…我照聽 這是關心 你當時年輕時, 說起 你有沒有試過有甚麼反叛的時候 怎會沒有 怎會 說來聽 但是我惹怒婆婆的 不是跟婆婆反抗居多 在我的記憶裡 我很少跟婆婆反抗 是 我永遠都會… 相信她的 我永遠都會相信 盡量相信 那為什麼她會生氣? 是 因為她不認同我做的事 她有一次在碑士文玩火 玩火 我們這些是木屋而已 我不是很生氣 我打她 打她, 她說 婆婆, 不行的 你打她, 她看見有一層小痕 會告你的 這樣就剝了她 剝了她的褲子 把她的褲子 就是這樣吧 很生氣… 但是那次… 就是那次很生氣 那好像值得生氣, 是嗎? 很生氣 其實大一點也有很多 一定有很多事 當然, 小時候做的事 不是很有特定理由 是嗎? 真的很乖 對, 在我生活中, 她的褲子 她的褲子 本質好 她的褲子 謝謝你們給臉 是, 公公… 公公… 是嗎? 我好像這樣吐出來嗎? 其實我不會吐出來的 工作很恐怖 我們其實知道是怎麼行的嗎? 阿恭, 我們下班了 下班, 她出現了 下班了 你遲到了 祝你們各個都陽陽上景 身體健康 大家感恩 你們都是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再感謝我們今天所有的嘉賓 希望我們下一次再見 繼續支持一一… 媽媽姓…